骂我爸可以 骂我妈不行 谁能想到这是亲儿子干出来的事 郭老师听到儿子的言论 立马踩着小碎步上台 师娘则被这对父子逗得满脸笑容 这也是郭麒麟和母亲王慧的首次同台表演 惊韵大鼓 虽然是首次同台合唱 母子二人默契十足 每当母亲王慧开嗓时 大林听得比台下观众还仔细 听到惊艳的时 更是自豪地竖起大拇指 仿佛在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妈 完全就像小孩子 在跟朋友炫耀自己的母亲 有多了不起 大林对母亲满是崇拜的模样 对自己则是非常的谦卑 因此当她收到手捧花时 认为她唱的根本配不上这束花 用她的话来说 自己就是票有以下的水平 登台顶多算是返场赠送 奈何父亲一定要把她夹在节目单上 说了这么多 只有一个目的 强调自己水平一般 千万不要因为她影响母亲的演出效果 请各位乐队老师多担待 我们都不会 我在这唱一套 我们可以从车面线 鼓曲的演出舞台 大林来了一段道歉式的单口相声 举手投足间 越发有了父亲的气质 能陪母亲唱鼓曲 能陪父亲说相声 还能继承师父的影帝一波 如此优秀 也难怪会有那句生子当如郭麒麟的称赞 我现在肯定目前是先深耕小人 在我这个年龄段演小人物的还不太多 大家普遍都是那个类型的 那正好啊 就你们都去那个了 这没人够抢了 这个现在 那我就来这个呗 就还挺好 难怪郭老师说 大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这样的人间清醒 让多少内余同行 自愧不如 当同龄人还在执着霸道总裁和偶像剧时 郭麒麟则是耐下心来深耕小人物 比如平凡之路的攀岩 处处平凡 却让无数职场同龄人 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自我定位清醒的同时 也能冷静的看待恶评 我经常会看出 哎呀 你别遭见这影视剧 还是赶紧回去说相声去吧 他也没看过我说相声 他肯定没看过 他只是听别人说我是个说相声的而已 那咱还跟人叫什么劲呢 明明能当甩手掌柜 继承父亲一波 却偏偏要靠自己的努力 赢得大家的喜欢 大林的身上处处透露着少年老成 就像千尔大爷说的 大林从出道那天开始 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如何取舍 我现在也演戏 也演话剧 也录综艺节目 之前干过主持 还能说相声 就我啥 我还都行 我这戏我还自己唱了ost 您愿意给我这工作机会 让我展示自己 我就展示 甭管好坏 您要觉得还凑合 下回还用我 那行 我很感恩 然后播出之后 观众挺喜欢的 那我也感谢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您要不喜欢的 我也真没办法 那我只能说 好好的调整 我下回争取让您喜欢了 这回实在是不好意思说 总有人替大林打抱不平 说他不过是有个少班主的虚名 拍戏演电影 都是靠着父亲的帮助 但以如今大林的实力 他已经不需要父亲的帮助 就能独当一面了 在影视剧方面吧 这个东西就是 你永远管不了 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吧 我现在干点什么 他基本上人都说 那个还是因为 郭老师什么有关系 什么的 他有关系 他早拍好记下了 大林的这一番话 有着足够的自信 从大林跨界到演艺圈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来 他不仅仅想做郭德纲的儿子 他也想做演员郭麒麟 就是我不管观众 是因为什么认识的 只要您点的来看我的作品 您可能说 这小子我知道 他之前录过那什么什么综艺 这小子我知道 他原来养过养过那个坠绪 这小子我知道 他那个养过攀岩 这小子知道 他是郭德纲的儿子 都可以 再怎么着 我有一万种功用 我也是那块香道 就是您知道 我是我有这个能力 我能把这件事干好 然后您愿意 点进来为了我看两眼 我觉得我就特别感恩 如今的大林 也终于达成了自己的愿望 他是郭德纲的儿子 已经成为众多标签中的一个 而不是唯一一个 大林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 他如今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年少时父母是他的骄傲 年老时他是父母的骄傲 如今郭麒麟已经成为了郭德纲的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